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是站稳在万七大点之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于多方他无意是注入了一个强心针 也代表整个多头的企图心还是十分的强劲 不过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当然就目前来讲 各方面确实都有多方所握有一个相对上的优势 但是唯独一点 我说过目前整个大盘 其实它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往上做攻击了 但是万事俱备就唯欠东风 那什么是东风 量 对不对 你看昨天好不容易挤出了三千亿的一个大量 今天马上又变成两千八百亿 那没有量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没有量昨天也能够大涨 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看 我说过目前就短线来讲 你说今天收复的季线好棒 这个我也知道 其实今天确实我说过在昨天克服万七之后 今天能够守稳万七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状况 可是上档压力不单单只是季线 也不单单只是半年线 其实真正的一个大压在哪里 真正的一个大压 在这个位置 前坡的高点也就是在9月6号的高点 17633 还有什么 还有这里 18034当时7月15号 7月15号的高点18034 你光是看这里所对应的量是这样子 更不要讲这里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这样的一个量能 能够去突破上档的层层的一个反压 这样的机会 它到底会有多大 我们必须很冷静 我说过 我也希望大盘大涨 我也希望能够马上去再创历史新高 把整个台股再带到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境界 我何尝不希望如此 可是我说身为一个分析师 我必须很客观的去衡量目前所面临的一个事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纯粹就大盘而言 纯粹就大盘而言 就稳健的一个看法 就稳健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怎么样 还是属在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格局 但是我也一再地告诉各位 现阶段的操作 你必须把大盘跟个股的一个表现 你要把它拆开来看 大盘短时间之内 我说过了 上党反应还这么重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说还要去创新高 不要说这个高了 你光是要创这个高点17633了 就有点喘了 对不对 可是即便大盘在短时间之内 不容易马上让你看到创新高的一个举动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盘面上 确实有一些 本职好的趋势明确 业绩数字漂亮的股票 他完全不等大盘了 他直接就一路地往上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即便大盘我说过了 短时间之内 他不容易让你看到马上有创高的一个动作 可是个股怎么样 差异性就会非常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大盘你把它当成怎么样 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趋势上面的一个方向就好了 目前来看当然多方他还是握有绝对的一个优势 或者说相对上的一个优势 所以对于趋势 整个多头的架构当然没有任何的改变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这样的一个看法 过去以来我一直没有改变过 即便当时 有没有 指数出现了两个一个低点 16162 当时的168有没有 162 所以当时 整个那么险峻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都熬过来 现在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架构 当然我们要好好把握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尤其我一直告诉各位第四季 其实他所反映的不单单只是在接下来业内法人 他要充斥他第四季的全年度的绩效以外 更是反映怎么样 明年的怎么样 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因为你第四季了 在第三季的季报全部公布完之后 其实你在看今年第四季或者说今年 因为今年毕竟你看今天都已经27号 10月27号 今年2021年怎么样 也只剩下两个月又三天而已 所以你在看今年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个时候股价会开始反映怎么样 在季报公布完之后 会开始反映明年的一个业绩展望 又或者一个产业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也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说的本孟比的行情 因为毕竟你说明年的一个展望 明年的业绩你现在马上能够确定吗 不行 我可以预估 可是你说要像这样财报 不管是第一季的季报半年报也好 马上让你看到财报数字 当然不可能 明年的事情哪有那么快的财报出来 可是在这样的财报没有出来的情况下 在预估的一个情况下 就酝酿出所谓的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而这个本孟比的行情往往一发动 也是怎么样 也是又快又高 这个又快又大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在这种情况我说了 接下来 在多帮握有优势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操作上你要注意什么 我们刚刚也说 现在第三季的季报陆陆续续在做公布 那当然 这些创高的股票就好比说今天 哇 3037的新星有没有 今天要率先的过高了 这是不是也是 印证了我刚跟各位说的 你看新星创的是历史新高 好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牌没有创高 大牌没有创高 可是它怎么样 它已经先创高了 包含 昨天创高的谁 3189的一个紧缩 有没有 昨天创高的紧缩 其实今天盘中 也有短暂的创高的一个情况 那不管怎么样 印证了我说过了 个股它会走自己的路 但是是不是 是不是 所谓的好的股票 就是季报漂亮的股票 那这些季报漂亮的股票 难道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就直接跳进去买吗 那倒也不是 那倒也不是 我们刚刚讲 季报数字漂亮的 就好比说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3037的星星 今天很多人在讨论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三家外资 三家外资 调高它的一个目标价 跟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平等 那这三家外资 看好的是它的季报 你看 来 星星来讲第一季赚1.45 第二季赚1.21 换句话说整个上半年 整个上半年赚多少 整个上半年赚了2.73 可是现在第三季公布出来 第三季公布出来 他光第三季就赚了2.87 前半年六个月才赚2.73 你光第三季 七八九三个月就赚了2.87 赚的比前面六个月还要多 而且接下来第四季还会再成长 所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理由 外资怎么样 调高它的一个获利的一个平等 甚至于高盛调到了260块钱 好 那这个部分 我想今天也很多人在说了 我也不花时间去讲 那重点 你看 季报数最漂亮的股票 是不是马上怎么样 马上反映 在这样的 所谓的一个股价的一个变化里面 但是是不是说 明天马上就跳进去买了 那倒也不是 我要去告诉各位 纵使是一档好的股票 纵使是一档好的股票 你也必须怎么样 你也必须要搭配一个好的买点 你才能够真正成为赢家 就好比说来 8255的蓬城 不用我多讲 今年以来涨多少 到昨天还在创新高271块半 对不对 好不好 当然好 走的是车用二极体的概念 对不对 随着他的大早 进去是不是也带动了 你看 德伟在今天也在创高 这些都是好股票 但是我说了 你在看节目你最清楚了 825的蓬城 打从5月底6月初 当时我们帮各位锁定车用以来 我们来回做几趟吗 这个你可以去问问看会议 我说真的讲不了 假的真不了 那过去太久远的历史 我们也不说了 我们就说最近 这一波 最近这一波 在他昨天创下 274块的破断新高之前 我们前面是怎么买的 你有看节目也好 你是我的会员也好 当时9月以来到10月 尤其到10月初的时候 当时盘面利空一堆 有大盘的利空 有个股的利空 反正你打开报纸一看 你打开电视一听 都没有一个好消息 什么大陆有恒大的跳票 有恒大的一个财务危机 有什么中国的一个限电的一个政策 让很多当时 各个省份都陆陆续续的实施 所以有很多台商 根本连货都出货 没人上班 你怎么没电 你是要出货了 对不对 那恒大的危机 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是不是有可能 也会引发另外一波的一个金融危机 当然那个时候 我也跟各位剖析过了 这跟当时雷曼兄弟 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可能会发生那种状况 那除了中国的问题以外 我们说过 当时那个时空背景 还记不记得 美国问题也一大堆 通膨了问题 那通膨的问题又引发了 那到底我要不要提前的升息 而且不仅提前的升息 我幅度要不要加快 要不要加大 再加上当时 还有整个所谓的一个负债上限 就是国 这个举债上限的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说你不能够提高举债上限 那政府没钱 政府没钱怎么办 公务员的薪水发不出来 那我公务员的部门 我只好关门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也怕 所以当时你打开新闻 几乎没有一个好消息 可是就在那个时候 这些股票 好了股票 股价也出现了波动 甚至也有几度怎么样 被压回来 可是当时我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对于这些被措少 对于这些被低估的股票 当盘面一回稳 必然他会一马当心地先冲出去 有没有 所以趁着 以彭尘来讲 趁着每次几度拉回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带着会员连续地做买进 这个我说过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那当时的股价你看 是不是几乎都在200块以下 那你在这边买 连续地买 不是买那种一张两张 你就是连续地买 只要有拉回就买 只要有拉回就买 后来谁的股价 从当时不到200块 后来一口气怎么样 供到了274 昨天创了波段的一个新宫 我请问各位 有哪一个你没有赚到钱 不管你买在这里 不管你买在这里 甚至于你是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随着股价创高 你能不能赚到钱 那是毋庸置疑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买在这里 不是买在这里 不是买在这里 而是买在昨天 很简单 当时盘面的氛围 利空那么多 甚至于当时 还有很多专家 名师名嘴权威 还叫你去放空 你这个时候 你会去想买吗 你会想在这个位置买吗 我相信能够跟上 我们脚步的人 应该也不多 你怕都怕死 而且盘面上 空的声音比 我的声音要大很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 而且还按照这样的一个状况 去做操作 我想那个人真的不多了 但是你在这边买的 我说到今天 你绝对是大赚 可是如果说你是到了昨天 我想昨天 创了一个波段新高以后 尤其昨天整个车用也好 整个载版也好 包含紧说昨天也创新高 对不对 盘面上是不是大家开始追逐这些 哇 一些强势的竹群 主流 或者这个竹群 那当全市场都要讲 这个股票或者这个竹群 有多好有多好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会心动 你会想说这么多人都在买呢 那有什么好怕 总不会大家都错 结果你看 如果你昨天去买 你到今天 坦白说了 今天蓬城涨了 可是你买在 昨天的今天有没有 你今天有没有赚钱 你还在等解套 是不是好股票 是啊 同一档股票 你买在下面的大赚 你买在昨天的还在等解套 4721 每期嘛 不也一样 一样啊 这档股票 有看节目的都知道 打从五月底六月初以来 我们帮各位锁定车用 当时几个竹群在轮动 有没有 一个电池 一个导线架 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二集体 当然还有其他的竹群 可是我认为 我最看好就是三个竹群 所以这三个竹群 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按照这样的轮动的一个节奏 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会员 带着所有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做上面 我们也是用分段操作来应对 有没有 好 那来来回回 做了几次就不管了 最重要的 一样嘛 这档股票昨天创新高 有没有 那你在这段时间 不论你买在这里 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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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哪 买在哪里 昨天创新高 你一定是赚钱的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买在昨天 如果你买在昨天 你到今天 今天美其码还是涨的 可是怎么样 如果你买在昨天 你今天还没解套 我们到底哪里买 我们买在哪里 来 11月12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这白紫黑字 会员都欢迎对食对教 有没有 10月12 会员请买进 4721美其 那一天的低点在哪里 在意义 好 再看 接着下来 隔一天 10月13号 会员请买进 4721美其 9月营收非常好 双绿双生 未来还会更好 在这边怎么 在这边买进 10月13号 隔一天 趁拉回再买 对不对 好的股票 你敢拉回 我就敢买 那一天的低点 更低了 来到117 有没有 好 再看 接着下来 10月15号 4721美其码 空手的行在这边买进 你资金部位够大的 一样在这边做加码 来 10月15 低点 118块 有没有在发动之前 趁着拉回 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是逢低买进 来 继续再看 到了10月18 10月18在哪里 在这里 来到低点 稍稍的电高 来到121块 不过终究 还是在这个底部 没有发动的一个位置 有没有 那天我们干嘛 美其码空手的 请在这边买进 隔一天10月19 美其码请会员 在这边买进 持股不足的 把握机会 赶紧做加码 10月19 哪一天低点 慢慢的往上推高 因为强势股 已经准备要发动 发动前夕 它的一个底部 当然就会电高 有没有 所以你看 当时 还没有发动之前 我们趁拉回也好 趁它发动前也好 我们有没有连续的买进 我说过做一档股票 不是说问导游 我买一档 买一档两档 很多投资朋友喜欢这样子 买股票 我这边看看 我记得老师 刚才说这档 我买两档 然后转到那边去 这个分析师 好像也蛮准的 他推荐了什么股票 我买两档 买两档 结果你这边看 是那边听 这边买两档 是那边买三档 结果呢 手中的股票 几十种 那每一种股票 都是两档三档 两档三档 那我请问各位 我们不要说几十种 你十档就好 你十档股票就好 十种股票就好 你这十档股票 有没有可能 同一个时间 全部都大涨 同一个时间 全部都创新高 同一个时间 全部都涨停板 有没有可能 我跟你讲 肯定不可能 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了 既然看好 一档股票 我们就把资金集中起来 不管一档也好 两档三档 就把资金集中 然后看好 有适当的买点 就连续的买 连续的买 连续的买 随着它的股价创高 你是不是就是 最大的赢家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就是 最大的赢家 而且是真的 能够赚到大钱 因为你的资金 集中起来 你的效益 它会发挥 你不会说 这边转的 这边涨了 这边转的 结果那边跌下去 那边赔了 就底下掉 做白宫 没有意义 好 那你看 同样一档股票 我们在低档买进的 你说即便昨天拉回 今天涨 我们有没有大赚 你这个 四十百代眼前 你看图 看你也看得出来 但是如果说 你是昨天买的 你到今天解套 你还没解套 所以这都反复的 不管是紧缩也好 不管是蓬城 不管是美其 是不是都在在的证明什么 在在的证明 即便是一档好的股票 你也必须怎么样 搭配好的买点 你才能够真正的大赚 好那至于这些好的股票 到底它好的买点在哪里 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继续再聊 欢迎何时许 我想上个节目 我们持续的 还是跟大家 做一个叮咛 现阶段好的股票 它会率先大盘 去创高 去往上冲 对不对 可是并不代表 你随便买 你随便就能够赚 因为即便是一档好的股票 你也必须要搭配好的买点 我说过了 刚刚我们也举了 包含像景硕 包含像蓬城 甚至于美其马为例 对不对 甚至于这档 美而快也是 有没有 这档股票 我们在上个礼拜 次推荐给大家之后 礼拜五你看 是买得轻松 买得安心 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可以事先布局 后来当天一发动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你连续两天两根 甚至于你礼拜五来不及买的 我还利用礼拜五 礼拜六 礼拜天三个假日的时间 让各位来做登记 让你在怎么样 让你在礼拜一也能够顺利的去做一个买进 后来拉出了涨停板 不管是第一根第二根 甚至于在昨天 在昨天一开函 是不是继续拉出了第三根那个掌停板 你不管买在第一天也好 买在第二天也好 是不是一样都是大赚 可是如果说你不是买在发动之前 你是在昨天开高的时候 人家说 老师跟我做我做 因为特殊题材怎么样 特殊题材长最凶 就好比现在的元宇宙 大家都在追逐这些特殊题材 然后他本身又结合了电商网红品牌 我说过 为什么叫做电商网红品牌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说有空我们会再跟各位聊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既然是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一个题材 又是属于特殊的一个所谓的状况 所以他的筹码就相对干净 这种股票一发动 就跟元宇宙一样 你看 红达电刀现在还在涨 为什么 元宇宙被市场所认同 而且他整理的时间够长 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题材 过去没有发酵过 所以一发动 你看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八天八天涨八天 涨八天涨八天涨超过八成 但是我也说过 是不是好股票 我这样说好了 元宇宙绝对是未来怎么样 必然的趋势 你不用怀疑 但是是不是这时候去追 我这样说好了 现在大家都在讲元宇宙怎么样 红达电怎么样 我只告诉各位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我妈告诉我 我妈告诉我 人多地方不要去 那什么时候去 等到人少一点再去 更何况我说过 整个元宇宙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相关的个股 会一档一档的冒出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盯到底 这些相关的个股里面 谁的研发进度最快 谁的涵盖的范围最广 未来它的空间就会最大 你不用急着 现在去跟人家臭人 同样的 这档美额块也是一样 来你看 来美额块 我们说过了 你在这边买进 一天两天三天连续三根 但是如果说 你是昨天去追的 你看 你到现在又在等解套 所以总而言之 现阶段 整个多方的力道 多方的气势越来越强 好的股票也会接着 一档一档都发出去 可是好的股票 不是要你明天 马上就跳进去买 因为好的股票 也要搭配怎么样 好的一个买点 那到底这些好的股票 我们所锁定的这个方向也好 这些股票也好 到底哪里是一个好的买点 你不用去猜 你只要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你只要认同 我帮你所锁定的 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对于这些股票 到底好的买点在哪里 你只要一通电话 你只要一通电话 进来做一个询问 我相信就会得到你的答案 但是你自己怎么样 你自己不要乱猜乱追 这样子风险很大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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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